大家好,我是纽村王老师 今天是2019年6月4日 我给大家讲一个王阳明补挂悟道的故事 先说说王阳明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儒家认为圣人的境界是三不朽 这三不朽是历德、历功、历严 普遍认为历史上有那么两个半人达到了这个境界 这两个人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 半个人是曾国藩 王阳明的地位与孔子是平齐的 另外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明智维新 就是王阳明新学推动的 当时的很多日本将领 腰上会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七个汉字 这七个汉字就是 一生低手拜阳明 可见王阳明影响之深远 下面我们再看看王阳明在这次补挂之前的年谱 首先他在母亲肚子里面待了14个月 然后才艰难出世 五岁的时候才能开口说话 但一说话就熟背四书五经 他12岁的时候跟四书先生说 我读书是为了做圣贤的 那比较搞的一件事 是他17岁结婚的前一天 他找到了一个铁柱公的一个道士 论了一个晚上的神仙之道 然后两个人相对打坐 要不是他老丈人找到了他 差点就耽误了拜天地 王阳明21岁的时候 隔竹子隔到昏倒 这是因为朱熹理学讲大学的第一步 就是隔物置之 只是王阳明隔到昏倒了 也没隔出来什么 于是开始怀疑成朱理学 这次占卜发生在王阳明36岁那年 因为那一年他对抗太监刘瑾 被发配到贵州农场 话说王阳明在发配途中 遇到了刘瑾派来的杀手追杀 这个时候王阳明就假扮投江自尽 就躲过了这次追杀 于是乎他就躲进了五一山里边 想要从此就归隐了 这个时候他恰巧遇到了 那个铁柱公的道士 王阳明当时为自己的前程 就补了一个卦 补卦的结果 补的这个卦的卦名叫明仪卦 卦象是火在地下 这个卦象还可以解读为 明入地中 明仪的卦词里边说 君子立奸真会可明 意思是君子只要坚守正道 光明一定会来临 当年呢 太监刘瑾一手遮天 皇帝武宗又昏庸无道 朝廷黑暗 王阳明因为耿直谏言 而险遭暗害 正符合这个明仪的卦象 就在卦象的指引之下 王阳明放弃了归隐 决定继续去贵州农场上任 这个时候啊 王阳明在墙上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是首七诀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诗 名字叫范海 显遗远不至凶中 何以浮云过太空 夜境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夕下天风 夕指夕杖 是高僧的法器 这个法器呢 可以用作画源 也可以用它来当武器 天风的风 是八卦中的这个训卦 以为王道天命 这个整首诗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把现在的危险 当回事的话 那一切的烦恼 就像白云在空中飘过一样轻松 任凭海上有惊涛骇浪 只要心中光明 秉承天命 自然速打彼岸 这首诗里头 暗藏着名仪二字 可见这次占卜的意义 对于王阳明来讲 有多么的重大 后来呢 王阳明在农场 又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困苦 在名仪卦的指引下 坚守正道 动心忍性 他白天呢 在他的玩意窝里边读一经 晚上呢 就睡在一个棺果里边 力图参悟生死之道 终于有一天夜里 他忽然大悟啊 一声长笑 惊醒了方圆几里的人呢 别人问他悟到了些什么呢 王阳明说了八个字 圣人之道 本心自足 王阳明所谓本心者 名仪之名也 好了 这就是王阳明 捕挂龙场悟道的故事 我在纽村讲国学 我是纽村王老师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